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喝一下雀巢咖啡所出的罐裝咖啡 新的產品 今天我朋友在Facebook上面打卡 然後我有看到嘛 我有問他說在哪裡可以買得到 在7-11可以買得到 但是我今天去了我家附近的7-11沒有看到 那這兩瓶呢 是在我店裡附近的7-11才有買到 兩瓶的價格是110塊 那我不確定他單瓶多少啦 我這裡是沒有看到價格 我買了兩瓶然後價格是110塊 不確定有沒有什麼第二件特價還是什麼的 那這個雀巢咖啡呢 我看了一下他的標示 其實他是由中國廠 中國那邊的雀巢工廠所生產 那黑咖啡這一罐呢 我覺得應該不會難喝到哪裡去吧 有看我的影片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之前對於雀巢的吉隆咖啡是 給出了還不錯的評價啦 那我覺得如果他們是對於吉隆咖啡可以做出這樣中規中矩的表現的話 灌裝咖啡應該是不會差太多 畢竟我覺得生產的廠有差異以外 其實他們還是受到統一的那個 不是說那個統一企業啦 我是覺得說他們有受到一個管理 然後提供配方 提供他們的技術去做出灌裝咖啡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不錯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喝一下 今天呢依照慣例 喝灌裝咖啡這種 不是透明的包裝 我會把它倒到玻璃杯裡面去 那這兩瓶的外表呢 我覺得有別於我們現在市面上所看到 很多很多的灌裝咖啡 這個的形狀長得有點像手榴彈 對 那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爆掉 我來喝看看 那這個比較特別 它瓶蓋也印了一個還蠻漂亮的 Nescafe的註冊商標 然後外表應該 對這個是收縮膜做的 全部都是收縮膜 那我們兩個就直接把它打開 我今天就把它倒到玻璃杯裡面去 這一瓶是阿拉比卡咖啡豆 然後它有標示說它的乳原是 也就是牛奶還是奶粉之類的 從紐西蘭這邊進來使用的 直接來打開看看 我剛剛錄影前有稍微搖了一下了 然後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他們的瓶身使用的是茶色的瓶身 就是有點類似 藥品的那個玻璃瓶 可是這是軟的 這是塑膠 我先把黑咖啡倒出來 顏色還蠻深的 我這樣看它的那個透明的程度 其實沒有到很透明 那留一口 帶回去給老闆娘喝 這個呢 看起來顏色好像還不錯喔 拿鐵然後也沒有說很奶還是很咖啡這樣 感覺是一個還不錯的比例調整 好 那我先來聞一下黑咖啡嘛 依照慣例我們從黑咖啡開始喝 聞起來的味道呢 跟我們之前常開過的幾次的UCC嘛 UCC的冷脆咖啡 然後還有一個是生態綠 他們跟全家一起出的冷脆咖啡 聞起來是還蠻接近的 好 我就直接來喝看看了吧 把它全部倒回去好了 這個要怎麼講啊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這個東西耶 它的味道 靠腰 這個是水加色素吧 它一點都不像咖啡啊 等一下 看一下它的成分 他說是 百分之百 阿拉比卡嘛 然後用 冷脆 高品質的冷脆工法 然後添加物 有 咖啡萃取液 然後碳酸氫鈉跟香料 我覺得會不會是碳酸氫鈉 碳酸氫鈉就是小蘇打 我覺得會不會是小蘇打加太多啦 就是 喝起來是鹼性的味道耶 然後 我剛剛想到一個形容詞就是說 香灰有沒有 就是那種 你去拜拜啊 然後掉下來那個白色的香灰 我小時候是真的有吃過 然後這個味道好像喔 喔靠 對啊 這是香灰吧 這 不要給老闆娘喝好了啦 我等一下看能不能把它喝完 哇靠 然後我現在嘴巴裡面整個都是那種 鹼性的味道就是 就是灰啦 香灰啦 還是煙灰那種 燒完 東西燒完是白色的那種灰 對 對 這個有點 好 我來喝看看加奶的這個 我靠 我靠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好甜喔 我靠腰 然後他 對他有加乳化劑安定劑 但是我覺得會不會是加太多啦 整個 喝起來有點類似直接在喝鮮奶油 液態鮮奶油還沒有打發的那種感覺 可是整個黏黏稠稠稠的 然後非常甜 是有 是有像咖啡啦 但是 我覺得 是鹿角菜椒加太多還是 脂肪酸甘油脂加太多的感覺啦 就是非常的 不知道該怎麼講欸 看這個 賣得出去嗎 噢 不行不行不行 倒回去 這個齁 如果你已經買了 我當然就是沒有辦法 幫你們做些什麼事啦 但是我跟你講就是這兩瓶 如果你真的都還沒買 然後你也不是那種像我一樣很想要去踩地雷的話 我真的建議大家不要去買這兩瓶 真的我誠心建議 這應該是我 我在影片裡面第一次 直接這樣告訴大家吧 對 我覺得 雀巢是不是誤會了什麼 覺得台灣的罐裝咖啡競爭沒有那麼大啊 乾這超難喝的真的 我覺得齁 這一瓶啊這一瓶真的 我在台灣可能還沒有喝到這麼 這麼化學感的 一瓶加奶的咖啡 就是 你整個喝下去的感覺有點讓你覺得 這擺明就不是真的拿鐵會出現的味道啊 就是很 你喝下去大概漱口200次那個奶味都還留在你的嘴巴裡吧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對那這一瓶就是更不用講這個真的很像是在喝香灰 而且是如果你把那個香灰丟到水裡 我們以前就是宗教會有一些人會這樣喝嗎 可能大概100公克的香灰加100公克的水這樣的感覺吧 我覺得不然就是直接喝那個啦 喝小蘇打水容易大概就是這個味道啦 那 好我先依照慣例齁 今天我這個可以推薦給什麼族群呢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會在家裡沖咖啡的人 然後你一直都覺得你沖的咖啡非常難喝齁 我建議你可以去買一罐這個 大概50塊60塊左右吧 然後喝完我會覺得你可能會對你自己的 沖咖啡的技術會變得非常有信心啦 那如果你是自己在烘咖啡的人 你覺得你烘的咖啡豆也非常的難喝 你就去買這一瓶就對了55塊然後你可以讓你的 整個對於咖啡的那個信心大增 然後你整個人就是會變成彩色的 對那當然你喝這個的時候 你的人生可能會稍微有一點短暫的黑白 或是短暫的空白之類的 那喝一瓶就夠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口感應該可以讓你記住大概10年左右 我真的不誇張 我真的 這兩瓶完全讓我對雀巢改觀就是 簡單講啦 我覺得雀巢他們重新定義了什麼東西叫做難喝啦 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齁 我目前給到現在 我最不推薦的可能是 上次那個IKEA的咖啡豆嘛 我給了50分齁 那這個如果是用一樣的分數來量的話 滿分100分及格6分這個是0分這個是20分吧 我覺得 因為這個甜甜的 然後有奶還勉強喝得下去你知道嗎 但是就真的太化學了 那這個就是 算了 不要講了 反正如果你真的很沒信心 你就去喝一下這個 你就會覺得你自己做的東西非常的棒 那 我今天就錄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 我不想要再看到它 掰掰 謝謝